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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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这是昨日刚刚从咸阳城送过来的 尝尝 是否合意 尚可 据说呀 这酒是咸阳城里最好的酒 但兄弟们觉得 还是没咱草原上的马奶子酒香 那是当然 草原上 天高云阔 八荒六合 撒开马僵士 哪儿都可以去 这酒里是有风有雨 有滋有味 可今日 一直生活在城里 围墙连着围墙 一重重的门 一重重的规矩 怎么可能酿出好酒 对 那是 大王 现在虽然说我们已经搬到城外了 可这营地仍有故障 仍是不痛快 像个羊圈一样把我们圈在里头 我们一群人是草原上的骏马 不是羊群 你们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可大秦给了咱们一群人好处 让我们部落里的妻儿老小衣食无忧啊 兄弟们 拿走了 就算是为了我们草原上的百姓 作些忍让吧 大王 我听说 把我们牵到城外的主意 不是太后想出来的 是那来自楚国的黄公子想出来的 不可能 大王 虽是道庭图说 但 像个黄公子的心术 好 来来来 人呐 过来人 不知义籍军大甲光临小的又是远迎 楚国的黄公子 黄仙在哪儿 这黄公子可是我们这里的贵人哪 宫里常常都有车马迎送 不是太后要下她自寻国政 就是大王要向她请教学问 让我们这些小小医馆捧密生辉 我问你人去哪儿了 今日黄公子是被庸大人接走的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 可是回来 好 你去备些韭菜 我就在此处等着她回来 罪过罪过 让义渠君久等了 黄公子是贵人哪 借你一面自然不易 义渠君笑话 你才是秦国的贵人 燕国一别四年 你依旧神采医 既然公子回来了 你我先喝一杯 好 正好我也渴了 好 干 黄公子 草原上的人喝了酒 有话就不藏着掖着 我有一事不明 义渠君请讲 男子汉大丈夫 当断则断 当日在燕国 我走得一无反过 那是因为月公主 决意要跟你走 可如今 她已成为我的女人 你为何又追到秦国 义渠君此话有误 我是楚国臣子 智子陪同 此次是奉楚王之命 来秦国陪太子恒的 你我心知肚明 既然是楚王让你来的 那就告诉她 让她换个人 你 可以回楚国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莫非你是疑心我与太后有私情 难道不是吗 月儿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你若真的是倾心于月儿 就不该如此心胸狭窄 月儿 月儿也是你叫的 抱歉 自小我就这么叫她 眼里不如傻子 你给我立刻 离开秦国 这里是咸阳 谁去谁留 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 那谁说了算 自然是我 太后 大王 皇公子免礼 我与大王今日午后 去你营地犒劳将士 你却不在 他们说你来驿馆看望故人了 你又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 来了半日了 跟皇公子小着急 义渠君贪悲率醒而为 此些不要介意 不妨 我与义渠君还有誓要商议 就不多留了 走吧 走啊 还愣着干什么 咱们走 出去 是 你想说什么 就说吧 你为何不让那黄蝎走 子兮是楚国使臣 该走的时候他自然会走 你若让他走 他会立刻就走 是 可我不想让他走 说真话了吧 你当然不想让他走 你跟黄蝎之间有情有义 你哪里割舍得下他呀 你与他之间有说不尽的情话 才会日日照他进宫 你若如此小 随你 你舍不下他 你却舍得下我 因为我翟离是你芈月 朝之即来 回之即去之人 我芈月何曾怠慢过你 你义渠君 又哪会甘心受人驱使 你是太后啊 当日 你需要打天下的时候 你自然把老子放在前面 如今呢 我们一群人替你打下天下了 可你的眼中 却只有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了 你说我翻脸无情 过河拆桥 在我们草原 这叫谢莫杀驴 你 无力取闹 你是觉得心虚 你是觉得对不起我吧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怎样 自大我出了娘胎 我想怎样就怎样 大秦天下 哪怕是大王 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你管得了大秦 管不了我翟离 如今你是大秦臣子 万事要有规矩 臣子 我不是你男人吗 好 我不做了 不做什么 臣子 还是男人 老子什么都不做了 义齐君 翟离 回来 你 太后 有什么 义齐君 走了 他去哪儿了 一早有人来禀报 说他带着几个心腹之人 离开营地回老营了 他果真说得出做得出 太后 按照您和大王的旨意 我和雍睿等人 草拟了在大秦境内 逐渐肺分封 推行县君制的政令 由朝廷任命郡守 每年秋冬 先令郡守 都要向朝廷申报当年的治状 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 有功者可受奖升迁 有过者贬至免官 如此甚好 既可让朝廷旨意 顺利上传下达 约束了旧族的权势 又能重用贤能之士 淘汰无能无用之官 樗里子辛苦了 卫大秦江山自当如此 自大王登基百废待兴 近日我想出门一趟 看看咸阳城之外的情形 宫中之事 就暂时拜托初离子和雍大人料理 不知太后要到何处寻幸 义渠草原 义渠国归降大秦最晚 推行县郡至最迟 想必挚爱重重 我想亲自前往 也算是安抚地方官员百姓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路上挨马劳顿 还真有些渴了 上马奶酒 义渠君过去总念叨 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 朕过去尝过 觉得不过如此 今日尝了 才发现果然别有一番滋味 能得太后的夸奖 真不容易啊 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 而且时时都能变 义渠君的话有趣 你们都下去吧 我有话与义渠君说 是 虎威将军 我没事了 下去吧 你来我草原干什么 这是我大秦的草原 为何我来不得 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 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 咱们江水不犯河水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是我大秦授封的臣子 授我大秦管辖 何况 你还欠了债 我是来向你讨债的 胡说 我欠债 我自归降于秦国 我从来就没欠过朕 我义渠次次那都是 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 你想赖 你欠我的情债呢 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 你说我欠你 你欠我还差不多 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鞠 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 哪儿还装得下别人 装得满满的 你装什么满满的 一个小小的孩儿 小 小孩儿 哪儿来的小孩儿 自然是你给我的 我有身孕了 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 这孩儿真是可怜 你是说 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是我的 是我的 除了你 还能是谁的 太好了 我有孩儿了 我有孩儿了 我一群又继承人了 一个要做父亲的人 动不动就野马无将 风风电电 说走就走 将妻儿弃之不顾 我 还 都 都是翟梨的错 都是翟梨的错 按大秦律法 该如何罚你 这 这 这 总不至于砍头吧 总不得让孩儿一出生 就没了父亲是不是 对了 不对了 那照这么说 他黄蝎也该罚啊 为什么 他竟敢 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 月儿是他能叫的吗 你放心 我与他虽有情意 但清白如水 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意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男女之景 不是这样 那还能是那样 你不明白 如何才能叫你放心 你若真想让我放心 你若真想让我放心 那就跟我做一件事 你说 让长生天见证你我 结为夫妻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你真的愿意 我愿意 怎么样 怎么样 什么药 可惜呀 老巫死了 她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 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 老巫 为何不看好我们的阴雨 她呀 老糊涂了 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 她非说是祸事 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 她真的 是这么说的 她真的 是这么说的 别听她的 她说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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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